總共要出發了 好累喔 好早的飛機 帶著輕鬆的睡眼以及大包小包的行李 早上出現在機場 這次不是要去旅遊 而是跟著騷動爵士大樂團到日本交流的日子 雖說團員有討論一起搭的班機 但機會難得 我可以買更早的飛機 想先去東京好好的逛一逛 感受這座城市的美麗風景 但緣分就是這麼巧妙 在東京成年機場的巴士的時候 看到了你的定案 他也是想提早的逛逛 於是就決定了起行動 談到這次的演出之所以可以成行 除了要歸功於我們騷動爵士大樂團的指揮 楊曉恩老師以外 另一個很重要的貴人是 日本的低音提醒手 Yasukagawa Daiki先生的引劍 因為對於爵士的熱愛 才促成這次交流的機會 把爵士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買好了Skyliner的票 因為晚上我們要到新宿站達巴士 自然也不會離得太遠 這是中國 到了到了 現在在傳說中的阿美橫 現在有點期待 現在我們的第一站 阿美橫艇 這裡很像是給觀光客來的地方 我想大概就像是台灣的 秦光市場的商店街 或者是士林夜市一樣吧 非常熱鬧 而且叫賣聲不絕於耳 叫賣聲不絕於耳機 我們可以用很噁心 我們的家長 到不能夠強調 街頭 Gastor 曲啦 嗯... 逛著逛著,肚子餓了起來 於是就上網搜尋附近平價高的店家 Yamaka Tungatsu 三家豬排店 先來解決到日本的第一餐 嗯...果然是有名的店 排隊要等一陣子才可以進去 以前就很嚮往那種日本到底的日式雜串跟雜豬排 一口好香 香嫩的味道 嗯...好愛 嗯... 我們還一起逛了日本有名的Tower Records還有電器商場 接著就暫時分開行動 我現在被帶到秋夜園 我來到了像我這種宅男的聖地秋夜園 除了逛逛電玩以及東漫外 還看到了很多街頭的藝人 WOW 一把樂器 一支麥克風 一個音箱 就開始在街頭演唱了起 全世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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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了許多住主的人們 嗯...不禁在想 是不是這個都市太寂寞了 所以我們需要去尋求一些連結以及慰藉 在新宿附近 我吃的蠻深快的 吃完了晚餐 我又跟定亞會合了 我們真意想天開的去打了小鋼豬 原本以為新手會有所謂的新手運 我也妄想著可以多賺些旅費 但結果相葉知道 只能會乖獎的書 我才打一千日幣而已 一千日幣多少 你沒有找五百嗎 沒有啊 我沒有找五百 我就是打一千 所以你是只有打五百 我只有打五百 幹 你真的要打五百耶 你是小撈撈 經過這樣一整天的閒話 開始跟其他團員會合了 我們就搭著 從新速發車到河口湖的巴士 準備前往這次的回程啦 夜間巴士真的又快要安靜 大鱷不到兩個小時 就到這次的目的地 查了查地圖 大概是100公里左右 就像是台北可車到竹南的距離 一下巴士就看到了小恩老師 真的覺得小恩老師非常厲害 幫我們預訂了整棟Airbnb以外 還租了車幫忙接送我們 現在越來越有漫畫裡那種夏日集聚的感覺了 進到屋內真的是那一種木板屋 加上日系的衛浴設備 彷彿我們就是走進去漫畫世界 大家一起睡在鋪在榻榻米上面的大通鋪 現在只差一個美麗的球隊精力就完美了 經過了一天的交通疲憊 大家收拾好心理後就關係 期待著明天的到來 出了民宿 我們現在去Stella 你知道地址嗎 地址路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就到了 好方便喔 而且還有十溪囉 第二天一早起來 哥寇湖的空氣是這樣的清新 這次我們參加的活動是日本的Stella Jam 第十一回 國際ジャーズオーケストラフェスティバル Stella Jam 正門的糖 其實我喜歡的 所以我們會在外國的水泥 不怕水泥 沒有什麼 就要做到 我們會在外國的水泥 多久 然後最早的水泥 里面 都會幫我 旁邊 他就知道 他在外國有水泥 興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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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會場根本就是大型體育館劇場的等級吧 映入我眼簾的是像是大型音樂節一樣的排場 各個座位還坐著許許多多準備上場的大學生以及他們的家屬們 真的很佩服日本 總是可以把各項運動弄得像甲子園一樣 有趣又熱血 把漫畫那種精神實踐到生活中 也無怪乎我會這麼樣子的喜愛日本文化了 來自日本各地的大學 中學等等 爵士大樂同仁方上陣 看到那個陣容真的會非常驚訝 爵士樂在日本是這樣子的順序 零零總總加起來大概有43個爵士大樂同 因為算是比賽 除了自選曲以外 主辦單位還有要求指定曲 而且演出結束後 評審還會講評 而這些評審都是日本非常非常優秀的爵士玩家們 我認為這首歌是真的最好的 我認為這首歌是非常優秀的爵士 所以我也覺得這首歌是非常優秀的爵士 所以我認為這首歌是非常優秀的爵士 自選曲的部分就非常的勃勃 從傳統爵士樂、拉丁音樂 甚至到最近十年內很紅的 Snarky Poppy Doe 樂團演奏 而且演奏實力之高使用了木燈口袋 今天雖然不是我們演出 但我們這樣欣賞下來 真的是給我們很大的刺激 此外日本真不愧是非常重視打扮 以及給人觀感的民族 每所學校的服裝 也都非常的有特色以及統一性 除了音樂上面的美感 視覺上也是讓我佩服不已 本餐時刻本來看到一間燒肉店想進去品嘗 無奈店員確實說他們已經被預點完了 對吧 都走到這邊 可以看一下菜單吧 晚餐是Sukia 不知為什麼日本Sukia湯裡的料特別多 回到Airbnb用酒跟看到日本學生樂團 這樣厲害的震撼教育 我們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天 我個人有一個非常奇妙的習慣 只要到了國外沒去過的地方 一定會想辦法在當地慢跑 不管是夜跑或是城跑都可以 記得之前我跟家人去北海道當地下雪 晚上還是照樣拎著鞋子照跑服務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的起了個大早 開始沿著我們住的地方想讓河口跑一圈 一邊跑著一邊讚嘆可口 同時也覺得 欸 這地方怎麼有一種似乘相似的感覺 啊 原來我前幾年 跟家人還有旅行社去富士山旅遊的時候 遊覽車有放我們在這邊下來 跟旅行團真的是會被遊覽車載到哪裡都不知道 很大 在武漢之下 NAS 歌詞的歌曲已經解釋了 謝謝 之後依然是參觀日本各所大學大樂團的行程 我非常好奇為什麼日本的爵士大樂團 這麼多女性在台上演出 甚至我覺得比例上是遠高於男性的 我有去搭上了一位現場的日本男生 還跟我說 因為日本的男大的學生 比較多是加入熱門音樂 或者是運動性相關的社團 所以一般爵士大樂團裡面 女性的比例算很多 哇!聽到這邊我實在是太想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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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由于我们明天才要上台演出 所以小安老师特地帮忙商界了彩排室 让我们可以熟悉乐器的感觉 坐上鼓椅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哦 原来我不是只有来玩的 还是要更努力代表台湾卖力演出才是呢 回Airbnb的路上 遇到了来自美国这次主办单位的特邀乐团的经纪人 是一位非常好客的美国男性 他很有热情地跟我们聊天 并且递名片给我们 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喝酒聊天 自古以来华人有云 有朋自远方来 不以乐乎 于是他就加入了我们火锅party 听他说着一些当经纪人的干口谈 就这样度过了我们的第三天 我看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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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怎么说 但是他不懂怎么说 但他比较15年以上 他已经很高兴 他已经是15年以上 但这十年了 他在这十年了 他试试了怎么玩 他不懂得社交平台 他不懂得社交平台 所以跟所有的好处 都不得了 如果我们有零 我认为你做的事情 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就出来了 我们要煮的事情 然后你能做的事情 Yeah I ran into some of these guys at the bus station Yes 2 days ago Yes I saw a trombone case Yes Who was that?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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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r Jam? Stellar Jam